女人衰老最快的七年是49岁至56岁 但同时也是一个女人最后改变自己的黄金七年 想要让自己未来看起来更年轻 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做好以下这四件事 记得收藏这条视频转发给你最好的朋友们 第一点 每天一个鸡蛋 每天咱们一定要坚持吃上一个鸡蛋 尽量吃水煮蛋 补充一整天的蛋白质 身体和皮肤都有了充足的蛋白质 状态才会更好 第二 盛起一杯水 到老不后悔 我们一定要喝上一杯温水 温开水不要过分的烫 也不要过分的凉 这样进去咱们的消化道一整天都会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轻松 第三点 起床伸懒腰 再老不弯腰 起床之后咱们一定要伸一下懒腰 花上五分钟的时间做一下拉伸 为什么呢 为了把筋骨给拉开 这样你会发现一整天下来 咱们的身体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等老了 也不容易弯腰驼背 最后 护肤要做得好 女人需要做好自己的皮肤管理 一定不能偷懒 女人想去改变的时候 不要去问老公 也不要去问朋友 更不要去问从来不保养的人 你应该问一问镜子里的自己 想一想曾经青涩的自己 在这儿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便宜的小方法 如果说你现在脸色暗黄 没有光泽 我推荐你去买这个东西 黄旗霜 别看它包装简单 但成分不给你玩虚的 里面添加了30%的黄旗原液 男士女士都能用 每天早晚取少量的黄旗霜 均匀的涂抹在脸上 其实这个东西 美容院很多女士都在用 真的是既便宜又好用 如果说咱家里没有这个黄旗霜的 又不知道去哪里买的 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小黄车 就可以直接购买